畫面中一名母親帶著兩個孩子 在自家門口前的馬路玩雪 只見一名年紀較小的紅衣小孩 跑來跑去 母親趕緊追了上去 一把親戚順利過了馬路 但此刻他的另一個小孩 卻被忘在馬路上 而下一秒鐘的瞬間就發生了 孩子突然抬頭 看到迎來的車輛想要跑 卻根本來不及 連白色的SUV車大力撞 孩子當場碰飛出去 恐怖螢幕嚇壞所有人 小孩應該沒時間了 所謂孩子剛好摔倒在兩個車輪中間 沒有慘遭碾過 只能說是不幸中的大戲 接著再把鏡頭轉向四川的這一幕 從畫面的一側 一名幼童竟然橫穿馬路 當場遭到白色轎車前後輪連續碾壓 第二位這時器懷孕事發當時 下午兩點多左右 這名孩童突然出現在路邊 一輛載貨的三輪車狂按喇叭 他提醒差點就要撞上 隨後孩子又小跑步 奔向道路中央 白色轎車疑似視線死角 才會釀成事故的發生 孩子遭狀後 皆反鄰居見狀 通通站出來幫忙 醫生檢查後也無任何大礙 只能說這輩子真的是命大 逃過死結 這張成長報導